是假的 白衣夫人見到精品店裡 東挑西旋 似乎看上掛在衣服前面的香奈耳包 故意坐在沙發前 時不時摸一下 再趁機把它往下撥 最後慢慢移動 趁老闆娘不注意 一手塞進自己包包裡 就透露我的化妝品 整包都被它偷完了 更誇張的是 夫人發現老闆娘沒注意 一路待到店家打烊 趁著收店時 又把旁邊的化妝品 當成戰利品 看老闆娘走出去 故技重施 就先掛在這裡 就這樣 然後他還有放上去 然後這第二次的時候 他就這樣子把它划下來 放到他這裡 然後第三次他就壓在這裡 坐在屁股上 我在結帳的時候 他就順手划進他的包包 翻後幾天復原 似乎食髓之位再度上門 店家立刻把門鎖上 報警抓人 一開始他還不願意承認 說東西都是撿來的 我說傻眼 我說地上撿的 這都是我的空間 這是我的財產 你總不能在裡面 撿到什麼東西 都是你的 事發就在台北市 天母一家精品店 14號晚間7點多 一名王姓女子上門 看上一支價值 14萬多元的名表 一個小時都不肯把它拖下 後來付了錢買下它 看似霸氣 期間卻偷走價值 10萬多元的香奈耳包 還加碼 偷走了6000多元的 膠原蛋白針 我在想他是應該是想要把 那支表偷走 破連戰術在我這家店 至少一個半小時 真的是非常淡定的 一個很老熟的 我們都嚇到 而且你看我當下 還想要原諒他 你就知道他 他真的也很大 王幸福人自稱是 某床墊集團的董娘 出手闊綽 卻是暗地裡伸出第三隻手 就怕天母商圈 有更多人受害 店家勇敢公布畫面 要大家多加小心 記者知人綜麟春芳 台北採訪報導